我們現在有興趣的是要去解這個ax.b 那 a 是 sparse 那 user need to provide 就是使用者需要提供這個矩陣 a 跟 b 那 patsy 會幫你解個 x 所以基本用的法是跟 MATLAB 或其他的蠻像的 那這邊要講的就是 他會把這個 linear solver 也是當作一個物件 那我們以前矩陣 這個 dense matrix 你就要宣告一個二維的陣列 那 spot matrix 如果是 CSR format 你就會有 integer 跟這個 各式各樣的不同的 array 那新的做法就是 只要宣告一個物件叫做 M M 是一個矩陣物件 那把所有你需要知道的資料結構都藏起來 那他最主要的好處就是 你的這個 程式跟你要選取的不同的資料結構是分開的 那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去修正跟使用 那以前我們的這個 線性系統怎麼去解呢 如果你看這個 GMRES 他可能就是 MBI AIJ GMRES 還有一大串 solution vector 什麼一大堆 那新的做法呢 就這麼簡潔 就 KSP Solve 這是線性解法的物件 Right hand side跟解 就這樣 一行而已 那當然還有一些前置作業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比較完整的程式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Linear Solvers 那我們把剛才怎麼去 鍵矩陣跟 Right hand side vector 我們這邊不顯示 那這個就是完整 你要解一個線性方程 所需要的程式 就這樣 那你就會 create個 matrix A 那 create個 vector 叫做 X 還有 Right hand side B 那這邊要強調就是說 一旦你 就是設好這個 Solution Vector X的時候 你要設 Right hand side B 那你可以用這個指令 Vector Duplicate 就是 複製 所以你會要求 這個 X 跟 B 的那個 資料結構 是一致的 那可是他不會複製值 所以他只是他的型態是 partition 啊什麼是一致的 那接下來 這 1 2 3 4 5 6 這幾個都是 patchy 所需要的 大致的 那他都有對 對障的關係 比如說 ksp create 你就會有一個 ksp destroy 就是如果你不需要這個物件 我建議大家還是把它 就是 銷毀 那這個 create 跟 跟這個 Detroit 那還有這個 ksp set operators 這三個 三個量 三個參數 一個就是 ksp 線性方程的 線性解法的物件 那第一個 A 呢 就是你要解的矩陣 A 那另外一個 A 呢 就是你要用 來建構 preconditioning 的矩陣 也就是說這個 A 跟 建構 preconditioning 的矩陣 可以跟你的 原來的 A 可以不一樣 那原則上都是一樣的 那原則上都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清楚嗎 就是 譬如說 具體的做法就是 你現在 有興趣的 PD 你用比較高階的離散方法 得到一個 A 因為他的所有的精度 都是那個 離散方法的決定 可是你照preconditioning 的時候 你可以用低階的 譬如說 First Order 因為你只要大概一個近視 所以第一個 A 是你要解的問題 第二個 A 是你用來 照 preconditioning 的那個 矩陣 所以這兩個可以不一樣 可是一般來講是一樣 那 這個很重要 就 KSP Set From Options 之後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 preconditioning 或 KSP 都是要靠這個 指令去讀取你的選項 那接下來 四號選項你就是 KSP Solve 所以就是 三個 物件 Right hand side 跟 X 那如果你要 換不同的Right hand side 你這邊就 改這個就好了 譬如說你要解釋個 類似的方程 只是右邊不一樣 那你就是改這個一樣 那他的preconditioning都會重複使用 那當然你比較有興趣就疊代次數 所以你這邊有一個 KSP Get Iteration Number 所以這邊 ITS就是你的疊代次數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這邊有很多選擇的方式 它這邊 KSP有 有這麼多 Conduct Gradient GM Res 那 也是有這麼多方式 那 原則上就是你 你從這個菜單選一個方法 還從這個菜單 選一個方法 這樣子 那 就像煮菜一樣 不一定是這個配那個 會比較好吃 那個配那個 所以有時候是要靠你的 經驗或者是你 你所做的數值方法來訓練 那基本上就是這邊 這個category取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category取一個方法 可是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原則上這個color subspace 就是fully parallel 所以這邊你要用一個核心 或者是幾個核心 這邊都不會出問題 可是這邊會有一些限制 譬如說這個ILU Incomplete LU Decomposition 這邊只有sequential 所以如果你 你用parallel 可是你又指定 你一定要用ILU K 的話 會出現錯誤訊息 那可以平行化的 就是這個block jacobi 或 jacobi 那比較長一樣就是 Overlapping Editors 這個 你可以想成是block jacobi的一個 特殊的例子 就是你允許 有重疊的部分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怎麼去 你設這個解法的方法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在這個runtime option 就是你的那個script裡面去加 譬如說你就加一個-ksp type 你就從這邊選一個 那pc type你要改 你也是從這邊選一個 那 因為gmres或者是cg 都有一些參數 你可以去設定 譬如說你允許最大的delight次數 你就用ksp max it 那你知道gmres有restart number 那你就是 ksp gmres restart 這邊放一個number 那editschrath 有一些overlapping的大小 你這邊可以設 那其他的選項 也是在這邊可以去設定 那這邊你想要觀察這個delight的情況 你可以加這個ksp monitor 所以他會把每一部的recidio 印給你看 所以你就會去看說 這個收斂的情況是如何 是不是有往收斂的方向前進 還是怎麼樣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ksp monitor 那這個是印這個precondition的recidio 所以這已經經過precondition 那如果你要看true procedure的話 你就要用這個true monitor 他就會真的去 monitor 這個b-ax的norm的進展 那你還可以在這個code裡面去設 可是他有對應的 譬如說你要設這個ksp type 就是ksp set type 那你可以設這個tolerance 他有這個r-tolerance 就是相對誤差 就是相對誤差 絕對誤差 dtol就是你每一部 如果他進展不大 比如說store 比如說10的-15次方 第一部跟這一部的差別是10的5次方 那你就停下來 還有這個最大的delight次數 所以你有一些參數你可以去設定 那如果你要設pc裡面的東西 你一定要從這個ksp拿出來 然後才能做設定 他基本上pc是在這個ksp底下的物件 所以他是層層有層次的 所以你要設pc的東西 你就要從這個ksp拿出這個物件 然後才能去設 那如果你要設這個 那如果你要設這個 這個是 Edit Schwarz 就是Edit Schwarz 基本上就是每一個sub domain 有一個sub domain problem 那這個sub domain problem 你可以用lu或ilu去解 那你要設這個值的時候 就會加一個sub 所以就是這個sub domain的pc type 你可以設lu或ilu 那這個也可以設不同的ksp 好 所以這個就是基本的 usage ksp create ksp set operators ksp set find options ksp solve 那這個呢 在你平常也蠻實用 叫ksp view 這個東西可以看出來 你真正去使用的解法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在runtime options 設可是你拚錯了或什麼 你不知道他到底改什麼 所以比較保險的方式 你就是在 在解完之後加一個ksp view 這個會view solve option actually used at runtime 或者是你可以在runtime options 加一個foo的ksp view 那他會列出來你使用的解法是什麼 這邊我可以看一下 譬如說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設 他就是ksp monitor pc set ilu 那他允許one level fill in 這邊是舊的 你應該用ksp view 那這邊就有residual 從0,1,2,3,4 那這個ksp的object 從這邊你可以看出來 他用genres 他restart number是30 那他用modify gs authorization 那他最大疊代次數是1萬次 initial gas他用0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initial gas 譬如說非0的 那他的relative residual torrent是這個 absolute是這個 那他的precondition是用left 那他pc是用ilu 他允許one level fill in 那這邊也可以看出來 這個矩陣的大小 是56x56 總共有250個非0的元素 那他的 這邊誤差是我們自己給的 他四部疊代 所以 所以你加這個 對不起 這邊是ksp view的話 你可以有很完整的 你到底使用了哪些解法 那你的torrent是多少 你可以確定說你設的 是你想要設的 OK OK 我看看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pc它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讓你可以 可以 执行程式 就是很 很順暢 就是 以前的做法就是 你要先編輯你的程式 然後去compiler 然後去run 看對不對 那如果對的話 你就換其他的參數 那你同樣編輯你的原始程式碼 然後compiler run 一直這樣下去 那新的方式呢 它就把所有選項都在run time up 選去做 那它可以寫一個script 這有點像那個 資料的產生器一樣 你還是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麼 譬如說 你有興趣的 實驗是有一個核心 兩個核心 四個核心 八個核心 那ksp你有興趣的是三種 ksp的方法 precondition可能是兩個 還有很多不同的參數 那你就 類似寫一個回圈去改這個參數 那它最後 它就會把所有你要 產生的 數值結果都跑出來 所以有點像 資料 就是 data producer 可是你自己還是要 去看一下 到底 哪邊有沒有出問題 你還是要做分析 就產生資料是蠻容易的 可是你要 自己 去做一些細部的分析 所以這個是run time options 大概 大概 目前是 需要跑一個 結果 看看 就是 看看 看看 所以我 我跑一個 EX 去哪裡找 你先去找 patsy 然後 你有兩個方法 可以得到這個source code 一個就是你裝這個patsy之後 你去找一個src的directory 就可以 或者是 ksb examples 你去找ex23 然後 這邊有一個 extra source code 這是source code 可是 他沒有 mac file 是不是 mac file 你要去 mac file 要去哪裡找 那個 那個 那個file 他要出去 喔 他有是嗎 他有 ok mac file 他有 mac file 在這裡 所以他有所有的mac file 你只要取你 你要的 可是你這個patsy這個directory 你要在你的環境變數 或者在這邊要加進這個patsy的directory 對 對 可是你在 他下次login之後 又改掉 所以你要 你可以在你環境變數 或是在這邊 或是在這邊 ok 除非寫在那裡 比如說tcrs 對對對 就在mac file寫 就在mac file寫 就是把這個 定義在這裡 也可以 好 我看看 我這邊有一個 比較 比較 比較舊的 版本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是我們 這個 就是 中央的那個 衝擊電腦裡面 那 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 看的 EX23的code 那他就解 就是 Tri-Diagonal System 那 首先你要有一個 make file去 compiler這個 EX23 那他就會 像這樣 然後 如果你的 你是在你的機器 run的時候 你就不用寫一個script 這個script 通常是 用在這種 有python系統的 才需要寫一個script 不然 這個make file裡面 也是有一個 實行的 就是如果你在你的 這個local的 電腦 跑的時候 他這邊有一個 這個EX 多少 EX23 之類的 你可以 下這個指令 比如說 EX 他很多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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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的 那他 要你 印那個 recidual的 history 他 他 還有一些 refinement 之類的 那他這邊會 因為這個是測試的 他會去跟你 他的 原本的那個 output 去做比較 如果 沒有不同 就表示你裝的是對的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可以刪掉 那如果是 你可以用三個 核心的 就是這個是 他有兩個 例子 一個是 sequential 這邊就是 就是 平行 你用三個 call 那 這邊 monitor 你這邊後面的 可以把它 刪掉 那你 你其他的option 你就是加在這個後面 那記得 你在 換行的時候 你要加到這個 backslash 那我們來看 那我們 我們是寫一個 script 是像這樣 很簡單 就是 就是 只要寫一個 EX23 還有一個 monitor 那 如果你沒有下 事實上 patsy都有一些 default option 他不會讓你 你的系統會 blackdown 不會 他總是有方法可以 幫你解 那我們用這個 用 qsub 去 去傳這個 那如果你有用過排成系統 這邊就會 有這個 這個 這個 你的那個 job的 numbers 那現在是 complete 那 可以看一下 對不對 那他會有兩個 一個是 1的 1就是error message IO就是你 你平常要的 那個output 我的會錯嗎 什麼 什麼 嗯 嗯 嗯 那個 用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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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是一個 NPI嗎 嗯 NPI 跟那個線也有 那個 喔 這樣 是嗎 你這個 NPI的那個 然後還有那個 這個線 不能再 要移上去 不能控格 為什麼不能控格 為什麼不能控格 這樣子喔 好 下面那兩個 好 再試試看 好 這個就是 這個 剛才跑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 recedure history 如果我沒有sert 他就是用genres 那restart 他default就30 那我現在用的 那我現在用的 的precondition 是用jacobi 所以我用jacobi 他這個 維度很小 只有10x10 他疊代五次 這樣子 我是用什麼 我這邊的核心 是用 兩個node 和 兩個core 所以總共用四個 四個core 所有的資源 你都可以在這個 Patchy的網頁去找到 包括你的那個 User menu 跟這個 按照 你要看比較 新的資料 你要去這個 web page 會比較 即時更新 那這個 有時候會比較 比較舊 那如果你要裝 Patchy的話 你就去 這個有installation 你要先download 那他有一些 instruction 去教你怎麼 download跟install 那建議 如果你是出現 你就用最新的 版本 那你可以 有一個 Full distribution 跟那個 只有Lite 就是 他有一些 documentation 是沒有的 那當你download好之後呢 你就用 就照他的方式去 install Patchy 那主要就是你的 NPI NPI 要 理論上要 要有 那如果沒有 你要先download 就是MPI 還指定他的路徑 那他當然也可以用 用在Windows 譬如說你 那可是你就要 裝那個sigwin 去做 那他還是建議你是用這個Linux 會比較 好一點 好 大概 就是 這樣子啦 有沒有 什麼問題 謝謝 我是建議 各位回去 就直接裝在個底面 我之前在 基本就是 一行成績 不過當我這次 所以是Linux 裡面都有 基本就是一行 他就會把 該有的 那他這邊 有一些就是把 你如果沒有 那什麼bloss 他通通會去做 就馬上做到一個點 所以我是建議 你直接用你的筆電 去做一個討論 那然後 方老師講 那個sumple 23號 就是今天那個 這個例子 那就試著去討一下 然後我們 之後會再找一次 可能麻煩 疫症來 帶大家 做一下 但是之前 請各位先 試著集裝 自己討 1月23 好吧 1月23.03 然後把 那個code 從頭到尾部一次 那其實你只要知道 Vector 今天黃老師講的 那個Vector 是怎麼造的 矩陣 就是這個 負1 2負1 等等 怎麼造的 所以你有A 有B 然後你就 黃老師講了第三部分 比如說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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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本資料 黃松明老師一開始就講了 然後 preconditioner 好像是 Jacobi 是不是 Jacobi 會 Grab 然後你會跑 然後 ground time 怎麼設一個node 或兩個node 四個node 剛才其實有講 那有點快 但是大家試試看 那如果這些都會 我想基本的 大概就都會 然後 我們之後再找一天 請 疫症來 帶大家再做一次 這樣子 對 如果你是在你的筆電 跑的時候 他那個MAC file有兩部分 一個是Compiler 他就是EX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 執行 RUN EX什麼 所以他都在那裡 所以 那你要執行就是 MAC RUN EX 這樣子 我真的建議大家 在自己的筆電 做一個 真的 真的很困難 當然 就是說 不難 但是 有時候可能還是遇到位 但是 試著做一下 好不好 好 那 這樣過去 你會覺得 這個東西還算好嗎 好像一個很有趣的玩具 對 這個真的 蠻好用 就是如果你 希望對以後 你們做研究 或什麼也有幫助 去看 可以 是 學會 有